做个葡萄架把这里搞的这么乱啊 先收拾一下 在干净的环境里面干活啊 它就是香一点 来来来来来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啊 特别漂亮特别漂亮 你看这颗玫瑰花啊 这个玫瑰花是我自己种的 被我剪下来了 哈哈哈 第一颗被我剪掉了 后面还会长的 简直达到了一点缝的效果啊 特别漂亮啊 好了 这个葡萄架呢 可以说是已经收工了啊 接下来呢就是把这里面 呃弄点小小小百件嘛 那里白点这里白点慢慢的积累起来 然后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 就好比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我花一块钱一个圈圈 在公园里面给套来的 给它挂到这里还挺漂亮的啊 这颗是粉色的绣球啊 你看已经有点点颜色了 马上就要开了 就是老是下雨啊 像这些植物的话 只要太阳一晒马上就能开花了 然后这个是月季 三个头啊 好像是那种白色的月季吧 还挺漂亮的 这么多花包 这个也是绣球 马上就开花了 这里还有一盆 这个绣球长得好啊 圆圆的 跟棒棒糖一样 特别漂亮啊 这个地方我也放了一个树桩啊 这个树桩 还是挺有感觉的 也是一株 你看这么多这么多花包 这个月季 这个月季要想它的头多的话 最初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修剪啊 还记得我刚开始下了狠手的 直接给它剃了个光头 要不然长不出这么多头的 你看后面这个花墙 这些种子呢 也都发芽了啊 因为还不知道种什么 先撒这些种子嘛 这些种子都是一次性的 发泄了又得撒种子 先这样吧 那这个月季也活了啊 已经开始长叶子了 只有这一片啊 这一条沟 我还没有想好种什么 慢慢再弄吧 不知道种点什么好 看看是种月季啊 还是种点绣球什么的 郁郁葱葱的感觉 应该很漂亮的 嗯 还有这个葡萄的爬藤网啊 我是打算用这种绳子啊 绑在四根柱子上面 撑一个网出来让它爬 可是感觉现在还挺漂亮的啊 因为这个 这个葡萄葡萄的藤 还没有长得那么快 我想等它长得长一点呢 再把这个网给搭上去 也不知道搭这个网好不好看啊 先这样吧 以后再搭好了 先放这里 整体看效果真是太好了啊 特别棒 这个葡萄树是从那个葡萄园里面直接挖过来的啊 根系特别发达 所以今年长得比较好 可是呢 这个分菜也太多了 我要留几根粗一点的让它长到高的地方去 然后再给它搭一个葡萄网 像这样的话有点多余了啊 把它剪掉吧 然后 像这样的都不要了 让它留几根粗状一点的长高一点好了 现在都不要了 把这些葡萄也剪掉好了 今天就不挂果了 让它把枝条长长一点 他们架子那个叶子好看呀 就要了 OK 葡萄架工程历时一个星期啊 完美收工